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两位主持人的邀约 然后各位超马家人 各位线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秀珍 那这旁边是我的母亲陈段妹 那我今天先来分享 那真的是就像主持人介绍的 来到超马的所有的家人 大部分的家人 真的在努力实修实练之后呢 真的是可以得到宇宙天地的眷顾 得到非常非常大小不等的礼物 那秀珍在107年 在三月份来到超马之前呢 那个前三四个月 真的是体重啊 一个月比一个月轻 大概只有一个月瘦五六公斤 四五公斤 那我称到三个月 就是称到五十五公斤之后 我不敢再称了 因为那个体重真的是 像妈妈说的 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啊 不要养到 我的女儿竟然养到没有嘴了 那其实大家听得懂 没有嘴的意思是什么 那真的是在那个时候 秀珍的人生是黑白的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那所有的家庭里面 还有一些工作上啦 夫妻感情啦 还有子女亲情之上的 所有的问题 真的都是无解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呢 都是求神问谱啦 不懂得去内求 那那个时候真的是 秀珍在这个人生 真的是 就是在很黑暗中 那来到超马之后呢 让秀珍觉得说 在超马真的是 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 超马对我们雪中送炭 然后在三年之后呢 学习三年之后呢 一直过着很平静的生活 那超级生秘密嘛 又对我们锦上添花 那秀珍现在正式来分享 我是在107年的三月 那个时候呢 因为那个前三个月 是我的人生真的是 压垮最后一根落头的稻草 就是我的女儿她 读到牙医系 她说她不要上学了 她已经读不下去 没有体力也没有能力 再读下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秀珍就觉得说 奇怪了 我们的家庭的话 一直就是一样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会读不下去 那后来来到超马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她的能量 常是被秀珍的夫妻两个 因为就是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说要离婚 所以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 大学毕业我们就要离婚 所以差一年 那其实在我们在平常 夫妻在平常的说话当中 就一直伤害孩子 但是因为秀珍自己的无知无明 不知道说自己的这个能量场 是不好的 一直把她拉下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她说不要读书 真的是把我吓坏了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们就一直去外求 然后去求神 问谱 去度冤亲 去看医生 事实上这三个多月以来 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 袖手旁观 已经肿头无路了 那她也不爱出门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 天气 有一天天气好 就跟她一起去公园走一走 其实我们两个就像白露丝一样 那时候两个人的体重 真的是瘦得这样 那其实现在各位同学 在荧幕上看到秀真是 现在秀真已经体重完全恢复了 大概这三年里面 已经大概恢复了十几公斤了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风雨了 那因为为什么会风雨 就是心中的烦恼都去除了 所以呢 身心灵健康 那现在呢 都过得很平安很幸福 那那个时候呢 那个女儿就不要读书 所以我们去公园就遇到贵人 那个江华姐跟严晨夫妻 他们两位呢 就送我一本千年之约 然后还有疗愈全力 那时候秀真是抱着那种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他就说 这本书是别人的故事 然后如果你有人生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送 去到读书会 会送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那个时候秀真就想说 那如果是你要送给我的话 那你现在怎么不送给我 你那边是不是卖保养品的 然后是不是做直销的 因为那时候秀真是满脸的巴 连额头上啦 这个双颊啦 都是巴 只有这个鼻子跟这个下巴 是没有斑 没有那个黑斑 就是人家说的干斑 然后其实 那个时候秀真也很瘦 可是真的已经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嘛 那刚好也看了这一本千年之约 大概两天之后我看完 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再试一试 结果我就这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态 想说再试一下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就去读书会 我是在中立新街国小的读书会 然后那个读书会呢 我第一次去到 他就送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还有一本幸福跟着来 这两本书我永生难忘 然后都没有收我半毛钱 那个天我还很小人 我就想说我带一百块去 如果是直销的话 那我就真的没办法推脱 我就一百块给他 然后登记一下 我就落跑 那时候是心里是这样想的 没有想到就这样子之后 第一次听了 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听 是寄语这首歌 一放音乐 根本就还没有听到任何的歌词 就泪流雨下 觉得好像身心灵 好像被触动了 被雷打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的掉眼泪 然后我的女儿那一次 第一次也有去 所以我们两个 就像白露丝一样 这样很亲很亲 那去到那里第一次 那秀珍记得非常清楚 那那一次就说 歌词我忘记了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之后呢 秀珍就开始 每一个礼拜六就去 去了之后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读书会的主持人啊 胡姐啊 还有那个读书会的同学 每一个人都那么热忱的分享 那么真诚 那时候秀珍 因为还没有去到 还心里在那个 就是有一点 就是在 好像在偷笑 或是在想说 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把自己家里的 这种很丢脸的事情 都说出来呢 然后就 看 听了一个礼拜 可是看他们就不是像 说假话 然后气色 我就觉得 他们的气色怎么感觉都好像 都比我好太多了 那真的是秀珍想要的 他们的丰盛 秀珍也想要 那就这样子很认真的 就从第一天开始 回去之后 我看了那本书 大概十天的时间 我看了三遍 三遍之后就开始做心法 那秀珍呢 就第三天的心法之后 那个女儿本来前面 求神问谱啊 怎么求 怎么去度冤情啊 医生看了都没有效 也不敢 从来不敢一个人 把她放在家里面 那做心法三天 她跟我说 妈妈 我还是去把六年级的功课 给完成好了 哇 那这个 这一句话真的是 就像 雨后春水 那个 这个 陈露 帮我们浇一桶水 让我们活起来 那天啊 我们就觉得说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可是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我们就照着书上 因为看了书知道说 以前秀珍在心中 都是很担心啊 担心她有没有吃饭啊 有没有做功课啦 课业好不好啦 那个 热啊 冷啊 会不会换衣服 会不会穿衣服啦 那这些都是平白无故 让她多很多的负能量出来 所以秀珍再也不敢了 天天开始 就在心中里面 一直祝福她 祝福她说 你是最棒的 你现在有太阳公公 给你满满的正能量 然后 你遇到的同学 都是你的贵人啊 你遇到的老师 也都是你的贵人 妈妈最爱你 你是最棒的孩子 你是最厉害的 那你可以把你自己照顾好 然后我在观想中 我祝福她的时候 我都会跟她拥抱说 妈妈感恩你哦 谢谢你 这辈子来跟妈妈当母女啊 感恩你 你是最棒的 那这样子之后呢 每一天这样祝福她 一年之后 她真的很顺利毕业 然后两年之后 一年之后毕业 然后现在也已经是 职业两年多的牙医师 真的是非常孝顺 非常的贴心 不管好吃的 好玩的都带我们去吃 然后她的工作所得啦 都几乎是全数主动的交回来 那这样的这个 这个工作所得 主动全部交回来 真的秀珍在以前 真的在生病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不可能 她以后 如果都没有把牙医系 读毕业的话 我想可能当一个工厂的作业员 然后是这个总机小姐 我觉得大概的程度 就只是这样 所以秀珍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感恩太阳圣的导师 也感恩宇宙天地的厚爱 让秀珍呢 这个心头大患 真的就这样子 掉下来了 真的是好轻松啊 那因为秀珍看到女儿三天之后 她就说要去上学啊 那秀珍满脸的便秘 不是满脸的班就是便秘十一年 所以这个十一年的班也做脸 做了十一年 每一个礼拜去做 越做越多 越做越黑 为什么 因为心中的心门都没有开 都觉得说问题那么多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 还是每天去做脸 因为那时候先生说 就是在十几年前 孩子十岁左右的时候 说要离婚嘛 那秀珍那时候比较傻 就说孩子生下来 所以我要把孩子带到大学 毕业之后呢 再来离婚 那这个当中呢 秀珍就觉得奇怪 那个脸怎么会越来越 搬越来越多 所以也不放弃自己 又想说 将来我一定过得比你更好 没有想到呢 自己制造这么多的负能量 整天就像孕妇一样 先生回来就是 脸臭臭的 孩子回来 我们也是 就是一直骂 或是一直念 把自己的能量 跟家庭的能量 都拉下来了 那真的是在女儿 看见女儿三天之后 去读书 秀珍也是同样的 在每一天 镜子里面 就祝福自己 说你是最棒的 以前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不该 该睡觉的时候 不睡觉 该洗澡的时候 不洗澡 然后该吃饭的时候 不吃饭 该休息的时候 没有休息 把你折磨到这样子 真的是我错了 所以我一直跟镜子里面的人 忏悔道歉 然后也跟他鼓励 那秀珍这样子之后呢 大概就在第七天 秀珍这个便秘十一年 就是看镜中西医 那个甚至是已经脱长了 一定要开刀 可是秀珍就跟医生讲 没有办法开刀 因为没有办法 有一个月的没有收入 所以呢 就一直忍耐到 遇见超级生命密码 在做新法的第七天之后 就在脸上的班 在四个月之后 便秘那七天之后 就通了到现在 已经三年半了 每一天都非常的畅通 而且脸上的班 这三年半以来 也没有做过一次的脸 所以呢 都是靠着太阳圣德导师的 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无形的面霜 让秀珍脸上的班 从这个中立读书会 就是同学发现 妈妈发现之后 同学也发现 说你好了很多 可以去分享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好了五成 然后就从五成 然后半年之后 好了六成 再半年好了七成 好了八成 好了九成 然后现在我也跟 视频上的同学说 秀珍脸上的班 几乎已经好了九成九 那这个妈妈是最清楚的 妈妈你说 有没有好了九成九 好很多 感恩 真的 那时候妈妈每次看到 我就这样 用力的刮 用力的刮 希望把这个班刮掉 那这个真是 天地给秀珍 这个无形当中 就给秀珍 这样这么好的礼物 那在我实修实练 在三个月之后呢 其实这个就是 每一天步骤 一二三再加上 一级的地址柜 然后每一天去发书 因为那时候秀珍 就是发愿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秀珍的 当初是赌博28年 结婚28年 就是赌博28年 所以我没有多余的钱 去注印啊 或是去买票分享啊 我没有 我都是每一天下班之后 就去发书 而且秀珍的工作是12小时 还有公公婆婆 糖尿病 洗肾都要照顾的 那真的是那个时候 所以就是把不懂的这种 爱与感恩 也不知道笑到 也不知道 不知道做得香女人花 所以即使秀珍做了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呢 来到超马才知道说 原来是火烧功德 因为动不动就生气 所以早就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功德 早就漏光光了 感恩来到超马之后呢 才知道说 哇原来哈 我们做了这么多 可是我们也要守住 要止漏 所以读了地址柜之后 才知道要止漏 然后遇到事情要转念 老师常常说要转念 把不好的事情 想另外一个方法 把他转念过去之后 所以秀珍来到超马三年多 现在基本上不曾生过气了 就不会去火烧功德里 那三个月之 我再来到三个月之后 我的儿子本来跟我说 我以后赚钱 我没有办法拿给爸爸妈妈 因为我赚的钱 刚好够我自己生活 所以那时候能量强很低 常常跟儿子吵架 冷战 所以儿子就不爱回家 但是来到超马 大概三个多月 他是107年的六月毕业 其实我是在107年的三月 拿到超级生命密码 那时候其实六月份 我跟先生其实说 好就要离婚了 没有想到拿到这超马 三个月之后 我自己的慢慢改变之后 儿子也改变了 赚钱的第一份薪水 就主动的交回家 真的是让秀珍真的好感动 那这个是儿子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三年多了 他也是每一个月赚钱 跟姐姐一样 都主动拿回家里 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宇宙天地 帮我拨转了这么多的困难 然后再过大概 秀珍在实修四个多月之后 我对先生 我对儿子女儿跟我自己 我都非常非常的真心实脸的去忏悔 去做功德回向 那可是呢 对先生奇怪 我已经一样这样做 做四个多月之后 为什么先生还在赌博 抽烟还在抽 也是一样天天 可是呢 秀珍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 那我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中立精英会的同学们 每个人都这么热忱 然后可以让秀珍去询问 然后去切磋 才知道说原来秀珍在跟他唱会的时候 真的没有真心诚意 到前面痛哭流涕 但是有一句话 我就会像乌鸦这样飞过去说 又不是我的错 又不是我去打牌 又不是我输钱 又不是我没有照顾家庭 都是他没有照顾家庭 他没有 他没有 照顾孩子 也没有照顾公公婆婆 然后也没有对这个家庭 尽很多力气 然后输钱也是他 那就是这一些负面的能量 每一次做完心法之后 就这样飘过去 四个多月都完全没有转变 还是天天去 后来秀珍才知道 原来是我没有心甘情愿的跟他唱会 所以呢 在知道这个问题点 我马上改变过来之后 一个多月秀珍就把这个问题 真的真的就很真心诚意的唱会 那先生大概在不到六个月之后呢 本来就四个多月嘛 那时候就大概一个月去两三次 然后就慢慢变 一个礼拜去一次 然后一个礼拜变成去一次 那后来一个月就去一次 到一个多月之后呢 就是六个月 他就完全没有再去打牌 甚至家里的所有的电器用品 他就突然好像被雷打到 冰箱烂的 电是坏的 电锅也是坏的 电风扇也是坏的 然后所有的家电产品 他因为没有打牌 就全部换回来 然后换回来两三个月之后呢 开始每一个月都拿零用钱给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旁边的岳母 然后每一个月就很就是突然变得很孝顺 常常带岳父岳母出门去玩 带我们出去玩 那孩子他也自己很忏悔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怎么都会让孩子的童年就这样子 就这样过去 都没有带他们出去玩呢 然后其实孩子好像也忘记了 不像以前那样子会记恨 会一直抱怨 那我就觉得说 秀珍真的是很感恩宇宙天地 来到超马 那让我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甚至大概在隔一个月左右 把先生把四十多年的香烟的烟影也戒掉 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太阳盛德导师 因为我们自己的实修实练实作之后呢 天地就是我们自助人助天助 那天地就给我们四两拨千金 让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立竿见影的见效 这些都是秀珍自己在超马里面 实作实练得到的成果 那这个后来这个三年多 秀珍都觉得我的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也时时刻刻去跟别人分享 那这个超马的好 超马的妙 那在这个六月十五号的时候 秀珍接到一个衣产 大概也有七位数 然后再过一个月 高兴还没过 又在一个月又接到一笔 大概是有 如果这个土地突然冒出来 天地给的礼物冒出来的话 如果成交就有可能是八位数 那秀珍真的是非常感恩宇宙天地 在秀珍的得知量足够的时候呢 也知道感恩宇宙天地 不再抱怨 不再当怨妇的时候呢 秀珍所有的人生 一切丰盛富足 而且是全方位的圆满 那这是秀珍在超马里面所得到的 而且还有非常非常多大大小小的礼物 那现在呢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先把时间交给我的妈妈 那请她来分享她的改变 那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都能够在超马 得到丰盛富足 而且是非常多非常多感恩 感恩我们导师好 感恩我们主持人大家好 那我是 我是来自中立的成段妹 那我会进来这里超马 就是我的旁边女儿秀珍介绍我进来的 那我之前看她这样进来 我也不知道她进来 进来这超马 结果呢 很多个月没有回去 一回去的时候跟我讲话 然后都会抱着我 然后我想说奇怪 那怎么会这样抱着我是不是要跟我道别 还是什么样 怎么会这样 害我心急约别 对我就想说 我心里真的是很着急 我就一直 会一直哭 就到处打电话 求我儿子 我女儿他们 看到底是怎样 怎么会这样子 那些女儿她知道说 她已经进入超马了 所以她知道好修这条路 我说原来是这样 然后她后来 她也是那个中立的古华饭店那边有分享会 惊喜分享会 她也介绍给我进去 那时候还没进来超马 她介绍我进去 我就想说 很好哦 那有冷气好吹 又有什么好吃 我就感觉很舒服 我进去那边就一直睡觉 很舒服 那吹冷气 吹着很舒服 还有去 去那个林口体育馆那边 也是 那个是音乐会 很大厂 一万多人 人山人海的 从来 从来出眼睛 也不曾看过那么多人 然后进去 进去里面 也很舒服 那个冷气这样吹 也很舒服 又有便当吃 中午又有便当吃 晚上又有便当吃 又有车子 载我们来 载我们回去 真的是很 很舒服 然后 来啊来 后来 后来我女儿就介绍我进来这超马 我想说 也好 来去常常有冷气吹 也很舒服 没想到说 进来这里面 看到我女儿 都一直改变了 她的女儿 她的儿子 那些刚刚我女儿介绍过了 那真的 看她都一一的有改变 她脸上的班也都改变了 她的那个女儿 也也改变了 她儿子也改变了 然后 她老公也改变了 那刚刚我女儿讲过了 她真的 现在没有 她没有赌博之后 那个过年的时候 回去 回娘家 还那个还差两天才过年 她两夫妻就来了 来 那个女婿就拿了一包钱给我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还没过年 过年她也不是她拿给我 都我女儿拿给我 为什么她拿了这么大包的钱给我 我又想说 我一直抓我女儿看 到底是怎样 我女儿说 你给她拿起来啦 她现在有钱了 你就给她拿起来 我就给她拿起来 我真的是很感恩天地 让我女儿有接触这个超码 然后也改变了 改变了女婿 现在像我女婿 像要去哪里 她都会 都会想到 想到娘家的爸爸妈妈 载我们出去玩 煮一碗好吃的 也叫我女儿说 你拿过去给妈妈 她其实过去我那边 差不多有十分钟就到了 以前住比较远 现在住比较紧 搬我这边附近 我 有什么好吃的 她都会拿给我吃 像我上次 牙齿拔牙齿的时候 我的那个 不会咬 不会那个 每天早上 晚上 都煮一碗稀饭 比较软的东西 给我吃 真的是感激 不尽有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好修炼 真的是很感恩 感恩我们的导师的教导 那我进来这超码 之后呢 我自己 我自己也有改变 我以前 常跟我老公吵架 一天到晚都吵架 不要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我们两个就开始 就斗起来了 我们斗的都很凶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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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 我们拿棍子拿刀子的那一种 对 我们是 我们是真的是很凶 我也不输他 他 他也不不让我 我就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有进来修了之后 我就想说 要忍耐下来 我听那个线上 线上的朋友们都分享说 这个要忍耐 他是在说话的时候 就赶快离开现场 然后就不会跟他吵起来 然后久而久之 他就跟我女儿讲说 你妈妈怎么那么奇怪 每次我现在讲他 他都不理我 然后就跑到楼上去 或是出去 以前都不是 都一定要跟我剁 椅子坐好了 两个对骂 现在我可以忍耐 不要理他了 然后后来呢 后来呢 他也改变了 女儿跟他讲说 妈妈是现在是有智慧的 他不要 他不要 不要跟你这样子吵 吵没完没了的 他现在他也 他是一样 他也不会跟我吵了 他也学到了 他现在 也会拿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那个老家有田 还有房子 他会拿去那个田里那边看 那个房子那边凉凉的看 甚至于他在那个树下 比较阴凉的地方 很热的天气那里比较通风 他会去那边看 他现在 也是很有智慧了 也改变很多 有这超级生命密码 改变我们两夫妻的 那个大草小草 全部都改掉了 我的身体以前是 常常不是感冒了 就是什么 什么毛病都有 你看这个身体 什么毛病都有 我现在进来超级生命密码 你知道吗 我现在 现在看到那个脸色也比较好看 因为像以前这样 黑臀黑臀的 真的是很难看 那时候就是没有能量 好 那我感谢 感谢天地宇宙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我们太阳圣德导师 还有主持人们 大家好 那我就分享到这边 感恩大家 谢谢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幸福快乐 好